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 就说这个普雷亚诺夫啊 在这儿分析这样一个 社会体系和社会心理的 思想体系和心理的关系 强调这个思想体系 和当时人们的 这样一个社会心理的 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是社会心理 对这个思想体系的 这样一个影响 思想体系的影响 就是人们对这个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这样一个渴望啊 它会带来这个科学的发展 同样的 人们对生产力的思考 我们说今天 这种思考的 也会对这个 对人们对其他的 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的 这样一种渴望啊 一种渴望 导致这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变化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在思想体系当中啊 我们说思想体系 它有很多种 那么有这个文艺的 哲学的 宗教的 道德的等等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一些因素的发展呢 他说社会心理决定作用 最突出 最明显的 首先是文艺 其他才是哲学 宗教 道德 因为文艺 它是一个 这个最普遍的 这样一个形式啊 最普遍的形式 呃 才是这个历史学 这个政治学和经济学呢 也离不开 对社会心理的 这样一个依赖 这样一个依赖 呃 他说法国伏皮时期的历史科学啊 就是第三等级革命情绪的一种反应 一种反应 那么这样在这种这个分析了这个思想体系根源于心理 也就是说和社会心理的关系的时候啊 他就做了一个说明 他说这个根源性呢 首先是讲了什么 我们从这样一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到 所谓根源呢 就是加以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呢 思想体系是把系统化不足 或者完全没有系统化的东西啊 加以系统化 加以系统化 也就是把社会心理啊 加以系统化 呃 这是 这第一层含义 我们刚讲的 第二个呢 就要区分啊 社会心理和日常实践 就是日常实践是什么 日常实践是人们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它是一个知识的东西 它是一个知识的东西 而社会心理是人们的情感要求 愿望理想习惯时尚风尚等等 也就是说呢 知识的东西和人们的情感的东西不是一样的 情感的东西是 呃 这个知识的东西是什么 是你一种 这个经验当中积累起来的 我对这个东西的 如果我们说的话 那就是说 它是 它是什么 它是和这个认识因素相关的 认识因素相关的 也许我是一个 一个习惯性的 比方说 我知道 这个很早的时候 能不能知道 这个食物是不能 不能吃的 它是有毒的 哪些食物是可以吃的 它是没有毒的 是吧 那么这一个是什么 一种习惯 它是一个知识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心理的这样一个 情感要求 愿望理想 习惯风尚等等 所以社会心理呢 是人们的情感要求 愿望 也就是说 它是精神的 意识的东西 这个和日常实践是不同的 日常实践是一个知识的因素 而社会心理呢 是精神的 意识的东西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哲学 政治学 文艺 宗教 它作为思想体系 反映的是什么 精神和意识的东西 而不是知识的东西 要把这两个区分开来 不能把知识的东西啊 和这个精神的东西啊 把它搞混了 把它搞混了 你这个哲学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很准确地把握哲学 哲学 既然它是一种 精神的意识的一个东西 是精神的意识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是对人们的 这样一个情感 要求 愿望 理想 习惯 风尚的 这样一个体系化 这样一种体系化 那么它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应该是通过 人们的社会心理 通过对人的一个 人格的这样一个塑造 对人的心理 社会环境的一个改造 然后对社会发生作用 而不是说 指导人们的具体的 关于知识类的行为 所以也就是说 它对社会的这样一个作用 它本身的这样一个 体系的这样一个性质 决定了 它的什么 起作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 知识体系 认识体系 那么理财 以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 你不能说 我哲学是可以指导一切的 我今天指导人们的所有行为 我的经济 我的政治 什么东西都要哲学来指导 哲学 它对知识东西 它实际上是指导不了的 那么它为什么 对人的心灵 对人的这样一个精神的要求 它是会起作用的 所以它就把这两个区分开来 把社会心理和日常实践 也就是说把人们的精神的东西 和这个人们的知识的东西 把它区分开来了 把它区分开来了 这是它的第二个 也就是说把社会心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也就是把人们的心理情感 也就是说意志的研究是如何可能的 因为这个心理情感要求愿望 这个理想我们说作为一个心理 作为一个主观的东西 它是和什么 人们的行为相联系的 是一种对意志的认识 对意志的说明 这个意志能不能是怎么来的 因为它在讲这个 跟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 它其中就强调 这个能不能的意志 意志是什么 它是和人们的行为相联系的 和人们的行为相联系的 所以实际上是对意志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在这个 这个就是把这个社会心理和这个知识的东西区分开来 那么它还有一个 就是把这个社会心理 看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整体 就是说任何思想体系 都只能从一个方面和某些方面 或者反应或者系统化心理 就是说你不可能说 我这样一种这个 因为这个社会心理 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是一个社会环境 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面 你作为思想体系 你不可能每个方面都讲到 你只能从一个方面去反应它 比方说哲学 它反应的是什么 政治学是什么 你政治学反应的是什么 人们的这样一个政治观点 要求情绪 那么能理学是把人们的这样一个 社会心理当中的一种道德观念 理想情操把它这样一个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 那么文学和哲学对心理的反应 好像全面 好像全面一些 但是它们也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进行反应的 所以正是这样 由于社会心理的这样一个复杂性 所以一个社会体系 你要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 你仅仅研究一种体系 比方说文学哲学或者科学是不够的 你要研究各种体系 就是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所反应的东西 你才能看到这样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全貌 所以你要是研究 把这个社会心理研究的时候 你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哲学 或者文学 或者是这个历史学 你必须要各个领域都看到 你才能分析这个社会的心理 包括这个社会学 那么这个社会学的发现 它就直接分析了这样一些 这个心理的这样一些变化 所以这也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科学分析方法 如果要是实行跨学科 在这个社会心理进行一个调查 不同的人组织起来 它可以什么 你了解这个体系 它了解那个体系 比方说经济学 哲学 它几个合在一起 然后来进行这个科研的话 从不同的方面 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你就可以把握这个时期 能不能社会心理的这样一个变化 你或者联系一个群体 比方说大学生的这样一个心理 变化研究生的这样一个心理 所以我觉得它是把这样一个 当中的这样一个关系理出来了 但是它也是我们去进行认识社会 认识这个社会心理的一种方法 这是它讲的这个思想 然后第四个 它就是对社会心理的这样一个理论说明 它说社会的思想体系 起源于社会心理 只是从宏观的意义上说的 它说在现实当中 是需要大量的社会心理来说明 需要大量的社会心理 就是说我不能 你只是在宏观上说 社会心理 这个思想体系起源于 这个社会心理 但是这只是 就是从理论上来说的 实际上为什么它起源它 这个你要通过这个 对大量的这样一个 社会心理现象的一个分析来说明 再一个它强调 思想体系下有相对独立性 有相对独立性 这个有相对独立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思想体系 它会和社会心理出现一个矛盾 和社会心理出现矛盾 表现为它的相对独立性 就是它不是仅仅说 你社会心理给我提供了什么素材 那么我就会形成什么心理 什么思想体系 这个不是一意对应的 而是说什么呢 这个社会这个体系啊 它的形成啊 它本身是有独立性的 为什么说呢 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啊 它的这个意识形态 它是能动性的 比方说它举了一个例子 你这个思想家 因为你这个思想体系的加工 是要经过思想家 是要经过思想家 但是思想家和他们表现的 这样一个所要表现的那个阶级的意向和趣味不同 那么它的有时候 或者说就会出现一种不和谐 也就是说它会为自己阶级所创立的体系啊 并不为这个阶级所理解 你比方说这个 它就举例子 比方说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就是它也许反映了这样一个功能阶级的 这样一个利益和要求 但是呢作为公联主义 自发生长出来的公联主义啊 它是不可能理解的 因为你这个马克思主义是要求什么 把它的对经济的要求提高为一种政治的要求 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做人的权利 它的这样一个 但是在它的这个发展阶段 它有时候呢 它表现为不理解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思想体系啊 它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东西 有一种预见性 因为你在这个思想家 它什么 它认识了这样一个 有一个认识因素 使它发现了这个真理 但是呢 这个真理并不是说 为你这个阶级 每个人都去发现的 整局发现 所以呢 它会产生一种矛盾 一种矛盾 或者说 由于社会心理结构 这个的复杂性 所以呢 它 你这个思想体系 只是反映了 某一个阶级当中 那些先进的分子 或者落后分子的影响 就是说 你活着反映的是先进的 活着反映的是落后的 它也会产生矛盾 那么这是一个啊 就是说思想体系 它本身的这样一个 能动性 就是和你这个思想家 加工的这个思想家呢 它是有关系的 由于他的这个认识 他的这个认识啊 会和认识不同 产生的思想体系不同 所以会会与他反映的这个阶级啊 所代表的这个阶级之间呢 发生矛盾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思想体系的创造啊 它要受到传统观点 和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 也就是说 包括这个外国文化的 这样一个影响 任何思想体系啊 它的创造 它不仅仅是来源于 现实的社会心理 还包括什么 它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资料 传统化资料 就是它还源于 它先前的这样一个文化资料 每一个 每一个思想家 他都要收到 他所在的这样一个传统 也就是他的这个 范式里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范式里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同时呢 他说还要收到思想家 个人的种种特点的限制 就是说你个人思想家 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 和他的远见着实 都会影响到这个思想体系 都会影响思想体系 使这个思想体系的创造啊 就是说它是不同的 你比方说哲学 你同一个阶级的哲学 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家 他们之间会因 他们知识的差别 而产生不同 而产生不同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的 那么这些都决定了 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 相对独立性呢 就造成了他和社会心理脱节的现象 社会心理脱节的现象 他认为这一个脱节的现象啊 不仅不违背思想体系 是社会心理的集中反应的 这样一个原理 而刚好是他的表现 就是说你的这个社会心理啊 从根源上都是这样说的 就从根源意义上来说 你是和这个社会心理 都可以在你的这个社会心理当中啊 找到这样一个说明 找到说明 这样他就结识了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看啊 最后啊 呃我们可以说 对他的这个 维吾史观里面的 最重要的学说 最重要的学说啊 我们作了一个介绍 作了一个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把他的这个思想 作一个开阔 就在他的这个整个学说当中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中啊 哪些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里面啊 开阔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五项论 这个这是我们要把握的啊 五项论里面不能包括自然因素的 五项论指的是什么 人的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关系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关系 那也就是说什么 指的生产力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结构 那么再还有一个呢 呃是他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 然后再就是社会心理 就是一部分由经济决定 一部分由政治直接决定的 这个社会心理 然后呢再是意识形态 就是他的这个五项因素啊 是在严格的这样一个 社会结构 是一种 也就是说对社会结构的 这样一个考察 第二个思想呢 就是强调自然因素 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唯物主义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对 一个思想家 对思想体系的考察 究竟仅仅讲社会本身呢 还是要讲到他的自然因素 就是一个社会和自然因素 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这个 这个普利亚诺夫啊 他的最大的贡献呢 就强调了地理环境 就认述了地理环境 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问题 而这一点呢 他强调什么 研究这个自然因素和 社会因素的关系 它的一个环节 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以生产力为中介 就通过生产力啊 这样一个环节来说明 所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维新主义和旧维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 这个维新主义呢 就是说他只讲精神 讲社会的东西 而不要这个自然物质的东西 他是没办法得到认证 所以我们说 他前面讲的 他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呢 讲生产力的时候 生产力有物质的东西 有这个智慧的东西 这个维新主义可以从生产力 对智慧的分析啊 走向维新主义 而忽略它的这个物质因素的这一面 所以他就强调地理环境呢 它是怎么影响这个生产力的发展的起源学 这是我们讲的 所以一个是对维新主义的博士 那么一个是旧维物主义 旧维物主义看到了自然因素啊 和社会因素 对人类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是他不知道 自然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人的历史的 所以在旧维物主义那儿 自然永远是自然是不能成为历史的 它只是一种什么 影响历史的一个外力 而普利汉诺夫呢 通过以生产力为中介来说明 自然通过人 这个自然因素啊 通过人的生产力 通过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逐渐的进入人的历史 进入人的历史 和人的历史啊 和这个社会历史呢 发生一个相互作用 发生一个相互作用 这是 也是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啊 在探讨智能和社会因素当中的 和旧维物主义的一个区别 旧维物一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理解这个普利汉诺夫的 这样一个维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 就是强调生产力的一元论 生产力的一元论 这一个思想 它贯穿于 不仅贯穿于 对这个五项论的各个因素的说明当中 而且也贯穿于 对自然因素的分析当中 比方说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 所以呢 围绕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自然因素的说明 对这个我们分析了 一个是 这个地理环境学说 那么还有一个社会心理学说啊 社会心理学说 那么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生产力的 原论展开的 原论展开的 但是在这个因素的分析当中 我们通过这个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分析当中 可以看到 它都不是做一种机械的分析 而是做了一种辩证的分析 一种辩证的分析 所以在他看来呢 辩证法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方法 是人们分析社会历史 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你能够啊 从这个对社会现象的分析 进到对它本质的这样一个结识 这样整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学说啊 社会结构学说啊 就被揭示出来了 就被揭示出来了 这是它的这个 威武史观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思想 我们讲了 它的这个五项论 是它的一个对社会结构的 一个重要思想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强调地理环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强调这个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它关于这个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第四个问题 也就是普利哈诺夫的这个 他的这个威武史观的 另一个这个 杰出的这样一个成就呢 就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的这样一个分析 他分析这个观点的 主要是为了批判这个 民粹派的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 就是说民粹派的 这个英雄史观呢 他们强调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 而认为了马克思主义啊 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呢 只是强调规律啊 只是强调规律啊 而忽略了个人 在对在历史上的 这个作用问题的分析 特别是没有强 看到啊 个人的意志 个人的意志啊 在这个历史上的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针对这个民粹派的 这个维新史观呢 普列罕诺夫啊 就作了一个对 专门对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问题呢 进行了分析 在这个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这个观点上呢 他的最基本的观点呢 是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他就首先呢 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肯定接触人物 也就是个人 对历史的进程也有能动作用 但他认为这样一个能动作用呢 不是万能的 从根本上呢 他是要受到历史进程的 制约的 就是个人的作用啊 他不是万能的 要受到个人 要受到这个历史进程的制约 就是接触人物呢 只能改变历史事件的外貌 却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一般趋势 他通过啊 就是强调这一点 他说只能啊 改变事件的个别外貌 却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一般趋势 就是说他的这个作用啊 只局限在历史外貌的 这样一个变化上 就是说局限在偶然性的这个上面 而不能改变了他的一般趋势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他分析了意志自由和历史比难性 比难性和偶然性 个人作用的条件三个方面 所以他从这三个方面啊 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他分析自由和历史比难性的关系 也就讲的这个自由和历史 必难性的作用问题 普雷诺夫认为 要闪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就必须要说明 人的自由意志与历史比难性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民粹派那儿呢 就说人的自由意志和历史比难性呢 是不相容的 而普雷诺夫的回答 他认为呢 他说人的自由意志和历史比难性 是可以相容的 他说这个是可以相容的 问题是在于要说明 人的自由意志是否是必难事变链条中的必要一环 就是说要说明了 人的自由意志是否是必难事变链条中的必难一环 这就提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必难性的关系问题 那么这样呢 他就从这个认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认证 首先呢 从认识论方面 他强调了自由和必难的关系问题 就是说他认为啊 自由和必难性的认识论问题的归根到底 就是要说明什么是自由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坚持就是说恩格斯的一个观点 自由是已经被意识到的必难性 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是被意识到的必难性 也就是说自由啊 是对人的 是对这个历史必难性的一种认识 那么从对必难性的这样一个认识分析出发呢 他就确定了他的认识意义 所以他强调他说必难性呢 可以分别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来界定 那么从客体方面呢 必难性指的是历史的规律 就从客体来讲 这个必难性呢 指的是历史的规律 但是在主体方面呢 他却指的是能意识到自己 不能不是客观必难性的工具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必难性指的能 指的能的意识到什么 指的是什么 能意识到自己 不能不是客观必难性的工具 也就是说 你只是整个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环节 就是你的认识到什么 就是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环节 是整个历史发展中一个环节 一个工具 所以能的自由呢 就是把能对必难性的这种意识 转变为一种自觉意识 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 社会历史的比难性 那么这样呢 我就可以使我的行动啊 变成我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使我对这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认识啊 变成我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变成一个自觉的这样一个意识 这样一个自觉的意识 从一个盲目的意识到自觉的意识 他说这是认识人方面的意义 对这种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到自己的意识